哈囉久違了 本來我自己已經是沒有想要再更新《未來之戰》了啦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就這樣了 不過這遊戲他的那個美術跟特效都做得還不錯 所以如果有影集或電影上映 我其實都還是會想要開起來看一下 就是他的新制服啊 就是他那些東西還是新角色他們的特效做得怎麼樣 然後我自己大概是去年的永恆組上映之後就幾乎沒什麼在碰這遊戲了啦 然後我自己最失望的大概就是蜘蛛人那一次 就出了個協力 然後跟兩個我不是很在乎的角色 黑貓跟那個跟雞罵王 完全不care的兩個角色 然後我想說好吧那至少應該會有鷹眼吧 2月過年的時候至少會出吧 然後結果過年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逛逛留言區然後就看到 還蠻多人在那邊噴說 啊鷹眼咧 啊鞋眼六人組咧 然後頂多就是可能他 後面出了個無限傲創啦 無限傲創有讓我驚眼了一下 可是 完全沒有想到今年3月 就真的來了一個他媽的驚喜 什麼叫他媽的驚喜 就是鷹眼來了 而且海力超可愛的 這就是驚喜啊 翻譯翻譯 海力真的超可愛的 我當時看到那個 喔幹 更新鷹眼那一天 上班中午馬上 開起來 更新然後 馬上買他的制服 因為他是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魚人姐嘛 4月 魚人姐出兩隻四四 反正有出鷹眼就好了 而且 我婆就是香啦 呵呵 有買他的制服就好了 久違的買制服 然後結果 啪啪 官方又給我們一個大巴掌啊 哇 血恩流人組 雖然只有三位啦 呵呵 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欸 哇操 哈哈 哈哈 那是 那是一件好 OK 我來這裡 喔喔 Richard 哈哈 哈哈 喔 哇 哇 哇 Will Smith just smacked 這件事 到我 好 好 我 可以 我可以 好 可以 好 好 好 我可以 好 好